行程箱的一处民在24号的中午11点左右 突然发生了火警意外 民众下的赶紧报案 警消立刻加派人力赶赴现场 索性屋内没有人 火势也顺利的在30分钟内顺利的控制 而起火的原因 仍待相关单位进行调查工作 消防车一辆接着一辆赶赴现场 打水弟兄拉起水线不停灌旧 24号中午11点左右 新城乡北浦村发生一起民宅火警意外 现场是两栋三层楼房屋 二楼部分已经全面燃烧 本局于早上11点21分接获 北浦的新城乡这边 有发生一个住宅火警 到现场之后 我们本局立即加派五个单位到现场做资源 总共出动了约20辆消防车 紧易消加起来约50名 进行灌旧 到现场时发现二楼及三楼 火势有串出的情形 立即组成收救小组 及灭火小组进入进行一个收救 索性人员都安全的撤出 预计大概我们约半个小时内 将火势控制及扑灭 后续起火原因 交由我们火调科进行后续的调查 紧销到场后 火势顺利在30分钟内就得到控制 索性屋内无人才没酿成伤亡 但屋主才前一脚踏出大门 就发生突如其来的火势 让它相当意外 不晓得啊 我也没有煮东西都没有煮啊 这里是放什么东西 没有啊 一些那个 杂物而已啊 杂物喔 对啊 那你早上是去哪里了啊 我刚才走而已啊 我刚才走而已啊 我刚才走 我刚才走走 走不到十几分钟而已啊 墙面被烧的焦黑 冷气机也全部遭殃 屋外的池灾更是无意幸免 看得出火势相当猛烈 相方局表示 对于香气的起火原因 还有带火钓科 做进一步的调查厘清 记者徐立芹 新陈香报导 是什么地方 都不在哪里了 对于香气的起火 就在这边了 好 好 好